剛剛在網上看到蘋果棟新聞裏面的一個視頻 題目就是 十四歲女年龍牆就粉筆畫花 被判暫入女童院 根據故事說 有個十四歲的女生 在年龍牆那裏 粉筆畫了一袋花 被警察捉了 警察就說他父母無力照顧 於是 現在官判了十四歲女生 入女童院三個星期 這裏就是我覺得一連串的矛盾 第一 我看那張照片 除了女生畫的花 旁邊還有一棵雨傘 雨傘不就是女生畫 但是看那個公仔就不像 因為那個雨傘畫得 厚很多深很多 而女生畫的花就是輕很多 這是第一 第二 這牆牆除了有粉筆畫 也在曾經貼滿很多的紙張 包括現在的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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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貼滿了 難道那些貼紙又不是問題嗎 這是第二 第三 就是十四歲女生 告她畫花牆牆 有沒有搞錯 這個還未成年的兒童 當然 未成年兒童 你當然不會入正式的監獄 入女兒 離童院 這個理由 就說父親無力照顧 難道三個星期之後 他出來了 父親就有力照顧嗎 那父親有沒有力照顧 入兒童院 離童院三個星期 似乎又是一個矛盾 所以整件事就是矛盾重重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 《蘋果日報》所說的 警方想製造白色恐怖 嚇嚇你班人 但如果真的要做白色恐怖 那個十四歲女生其實是不好效 那裡貼滿了那麼多的紙仔 你隨便找些紙仔 捉貼紙仔的人 一樣可以 所以這個 我不完全不明白到底現在搞什麼 真的不明白 十四歲女生 找粉筆 不是找油漆 是找粉筆畫朵花 而那朵花旁邊就有一個 用很厚的東西畫的樹 啊 很厚的東西畫的雨曬 那個就可能捉不到 但朵花那畫花那就不幸運了 什麼人捉了 那麼 十四歲女生上法庭 上法庭之後 更加沒有理由 就說她父母無力照顧 我不知道警方憑什麼 知道那個女生的爸爸無力照顧 是否有社會服務的人已經調查過呢 跟著這個之後 又被搬官罰三個禮拜在女童院 如果真的因為她無力照顧 那三個禮拜根本完全沒有意思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搞什麼 如果有些香港朋友知道 搞什麼鬼 請留言告訴我 拜拜